新聞局局長陳志平在交流的時候重申 兩個法律已經攀佈超過20年 有需要作出檢討 而商議式民調 只是其中一個收集意見的途徑 當局對於兩個委員會的存費 並沒有既定立場 如果決定設立 委員會的組成和操作 都需要由業界經過充分討論之後 事行決定 當局樂意給予技術支援 新聞工作社協會就處理出版法 和時聽廣播法的修訂 形成三點共識 第一是兩個法律已經攀佈20多年 澳門社會發展迅速 不少內容已經脫離社會實際 有必要全面檢討 但是原則是必須維持澳門現有的 新聞自由赤道不變 第二點是尊重政府在兩個法律裡面 沒有既定立場的原則 認為這樣可以為社會和業界 提供最大的思考空間 第三點是若果政府和業界 認為有必要設立評議組織 建議以處理新聞工作者 醫療保險的模式 由政府建立法律平台 交由民間和業界操辦 澳門電視台記者 新孟希報導 消息